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开风游过 报情天 铁面无死 变中间 相互豪杰 来相助 王朝和马汉 在身边 钻天树 深情如烟 赤地树 是条浩瀚 穿山树 铁碧胜卷 穿枪树 伸手不凡 金毛树 一身试担 这武术 一切尽朗 西夏核无影 流传在冰前 石桥 草民在 你是本案原告 你状告何事? 状告何人? 回青天报大人 草民告的是裴家庄 少庄主裴沐文 他杀死了草民的长主 石伯强 已掌膝无事 草民还要告刺西 石与奴 告他何罪? 他居上手挂 却不争不竭 与那裴沐文有苟且之处 甚至伙同那裴沐文 杀死凶手 侍卫帮凶 冰包大人 那石伯强夫妇实在是草民所产 与裴沐文无关 请包大人名掌 本府尚未问你 不必急着申诉 究竟谁是凶手 本府自会名察 是 石乔 你家居何处 以何营生 草民家居安地府 略通汉墨 往日以代人书写文字和壮纸为生 如今年纪大了 所以 原来你是一名宋士 难怪壮纸的文字 写得如此犀利 草民不敢 草民只是巨石陈述 还请包大人义禀大功 为草民宣愿 和书门开你和狮 ви 还 cling 你还蛮自己的呢 哈哈哈 施王人 必须要太多 而弦不能活 草民不怕逼动 到今度罪嫔不 我为你印象蛮 caern 將近三年了 你的家翁告你 雙拒無竭 與那裴木門有私 甚至成為 殺害羞嫂的幫凶 可有此事? 沒有 民女是冤枉的 你與那裴木門 可認識? 民女認識 因何認識? 有一次裴家莊 讓安易府秦善晃正 總之 因為她不太誇張 以為你 尋找一大尾 總之 本身是不太誇張的 為何要為何要打 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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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贈出百米三万斤 看来今天是够 你贈出百米三万斤 姑娘 留步 这袋没你拿着 为什么 你可以多领一份 人都只领一份 我为什么可以领两份 因为 你们放证是一句 我来领证你 是接受你们的帮助 大爷 我只领该领这一份 我也只想不帮助姑娘 并无怜悯或失手的意思 能领这份证明 我已经十分感激 大爷的好意 我只有心领了 姑娘请等等 大爷还有什么吩咐 前来领取证明 姑娘家中小弟 不错 我本寒门 领证是一句之词 我不觉得惭愧 大爷若是无用无故 要送我一两 我会认为如同乞讨 会让我觉得 受之有惠而喊人 大爷 至少 bump 这什么 草青菜 就用这下饺 姐 家里没别的了 这还是育奴早上卖剩的 您就将就点吧 我还不够将就啊 话又说回来了 我跟博翔还不是也一样将就着过 您每天少喝两重 就是一顿菜钱 哦 我少喝两重 你叫博翔少读两回 少书去问 不是酒店菜钱都有了 爹 大嫂 我回来了 只不过去零点镇里 怎么去了老半天 人多 排了好长的队 我瞧瞧 谁又有这么一家 人家只给这么多 人人都一样 你真是死脑筋 就不会排两次 零两回 嗯 这娘说的对 快去排队 这份呢 留在家里吃 另一份你只能拿去给我换酒了 爹 我 我怕你家认出我来 哟 你真 你真当你是天仙美人呢 这么多人 就偏偏认出你 没错 你只要低着头 眼睛不要像勾魂似的 乱飘乱看的 认不出来的 快去 去呀 快去呀 你方才所说 何是实情 全是实情 并包大人 这分明是他夸大仙人 草民并未让他去领第二次证明 或许是他的私心 想见裴木文一面 也可能是他 住口 本府尚在神问之际 你莫要妄加揣测推断 曾经身为宋氏 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是是 草民一时情急 请包大人见谅 马兄 草民在 裴家在安义府行善放阵 你却是一直在场 是 你与那裴家游和渊源 与那裴木文又是什么关系 回包大人 草民先父 原是裴老宗主的丈夫 草民自幼在裴家中长大 蒙老宗主不弃 对草民示弱几处 多年来 一直派草民照料少宗主 如此说来 岂不是如同那裴木文的贴身侍从 是 那是草民的福分 那裴木文与施予奴在放阵现场 确实未曾交谈 回包大人 连知智片语都没有 一切都是草民张罗主义 放阵以后 可曾再有其他瓜葛 没有 草民曾经提醒少主人要赶回去 由于第二天是老庄主的七十大兆 即风刀大典 八年前 自从老横宫达旧典化之后 小的旧改弦更张 重新做起 八年来 一小有成就 谁不敢说富甲一方 但在地方上 也堪称富裕人家 能够如此 也不枉费老朽当年一方可信 也难能可贵 起来吧 起来说话 在恩公面前 小的还是贵着的好 今天是恩公七十大兆 小的还听说 恩公要从此风刀退 所以特地赶 一来扣贺万寿 二来扣贱大恩大可 贺寿无法 贱恩却大可不必 是是 小的不知该如何报答恩公 只带来了百米一万弹 文言一万两 不足以表达赤诚意外 你也知道 裴家庄并不缺这些 小的知道 裴家庄不可敌国 裴家庄是天下第一庄 不过老文公经年累月 震灾祭贫 恩德广辈 小的沾老文公的光 脱老文公的福 将来有机会 也振极出去 也算 小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的心意我明白 不用说了 天风 那就收下他这份心意 是 多谢老文公 小的跟老文公叩头 恭贺老文公 不秀如海 恭贺老文公 子孙万代 天下父母心 谁说我不急 不过 我这个做娘的 可从来没有逼过木文 老夫人 是我多嘴 今儿个日子不同 老庄主都过七十大寿了 我倒要替裴公子 说句公道话 你倒说说看 这种事啊 逼也逼不来的 以裴公子的人品财华 虽然不是人中龙凤 至少也是绝带风标 以她的眼界高来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啊 依依姑娘 这么好的女孩 裴公子上去 只认她做义妹 老夫人 世上还有几个 强过依依姑娘的 大家闺秀啊 倒也是 我也常替依依委屈 娘 我已经是您的义女 这就是我的福分 我一点也不委屈 敬重木文 就像敬重自己的亲大哥一样 多谢老庄主 行为标局 新总标头的大公子 新强 也等了好一阵子了 新总标头 新维远的儿子 是 有请 新赛 晚辈新强 叩见裴老伯父 你都这么大 上次见你 你才若惯 领尊好啊 回裴老伯父 家父出事了 哦 半个多月以前 家父的标营 在扶牛山下被解 家父身受重伤 至今还居家养伤 所以派晚辈前来 向裴老伯父 叩贺万寿 扶牛山 是铁背神医 屠入山的地界 被解了多少标营 三十万两 如果早不回来 雄为标局 不但砸了招牌 我们新家也会 倾家荡产 我明白 我和令尊三十多年交情 自然不会做事 你回去转告令尊 让他安心养伤 我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 多谢裴老伯父 请别声音 跟咱们二统馆 有过交情 不 这档事 让沐文亲自去 他赶回来了吗 没有 只怕还在回城的路上 少主回来了 老庄主在书房后 我还真担心 你赶不回来 天下第一桩 裴老庄武道 恭贺裴老庄 辱万寿 恭贺裴老庄 辱万寿 各位亲朋好友 各路英雄好汉 老朽裴天兰七十建成 何德何德 辱成各位 迢迢赶到裴家庄 老朽 老朽信何如智 裴家庄 恒必胜辉 在与各位饮宴之前 老朽要当着 各路英雄之面 郑重宣誓 从今天起 老朽 疯刀退隐 今后 裴家庄的大小各式 占有全子 陪沐文 接管 天风 沐文 展昭公贺裴老庄主 呼如东海 寿命南山 战昭公贺 辰身 所以来迟一步 还请裴老庄主 见谅 不敢当 展护卫在把忙之中赶来 老朽十分感激 莫文兄 久违了 展护卫 属下参见大人 展护卫 堂下有一嫌犯 姓马明兄 是裴家庄的人 你可认识 属下认识 因何认识 属下在裴家庄认识 那裴天兰老庄主 七十大兽 封刀大典 你可曾前往 祝寿道客 属下去了 你与那裴天兰 也是旧事 裴大人 不仅是旧事 裴老庄主 还曾经是 在下的救命恩人 属下在追随大人之前 曾经浪迹江湖 四海平漂 有一次 有一次被一群黑道高手围攻 身受重伤 幸运裴老庄主 落过 失以援手 并为属下运功疗伤 对属下而言 岂不是救命恩人 本案今日 暂且到此为止 明日再神 裴老庄主 个性 方正耿直 为人 急功好义 慷慨任侠 年轻时 曾经游骗大江南北 结交了不少 三山五玉的英雄好汉 今年累月之后 无形中成为 武林公推的盟主 如今 江湖上不论黑白两道 都对他敬重有加 展护卫方才提到的 天下第一庄 又是怎么回事 对 小小一座庄院 怎敢自诩为 天下第一庄 大人 这天下第一庄 并非是裴家自封的 而是大有来头 情道其详 裴家的祖先 曾经追随太子皇帝 凭乱剿匪 助有功勋 却使功臣不拘 宁愿退以田园 构地建庄 太子皇帝感念其功 不但亲赐天下第一庄的御匾 而且还赏赢数十万两 这也是裴家 富甲一方的由来 有这种事 本徒却为何一无所知 大人 事隔数十年 年代奄远 家义裴老庄主 严静家人在外 招摇夸表 所以知道的人 就越来越少 真没想 世上居然有 如此一座庄园 如此一个家族 如今 那裴家的少庄主 被控杀人 占不为 你对那裴木文 又知道多少 实不敢有蛮大人 属下对裴少庄主 十分敬重 怎会如此 裴木文 乃裴家独子 从小就被严加教养 文武兼修 他的武艺 只怕比属下 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文才汉墨 属下 则自亏远胜 如今多大年岁 与属下相仿 可曾取亲 没有 裴木文 俊义提趟 自视极高 多少名门贵员 上门提亲 他都不看在眼里 外貌冷酷 沉默寡言 不过 这或许 与他的残疾有关 他有何残疾 幼时喜马 曾摔落马背 一腿负伤极重 治愈之后 略有博态 这也没什么 若是照展护卫 对他的推崇看来 其实 侠不焉鱼 本府越听越不明白 如此一个世家子弟 其行怀疾之人 怎会被卷入一个 赌徒无赖的命案之中 大人 由此可见 这其中 这其中必有曲折 难解之内情 神在大人 动作明察之下 才能真相大白 不错 声唐再生 波茧抽丝 马兄 草民在 你将那裴天兰封刀之后的 诸般详情 再细细说来 不得有不确不识 也不得有 轩然夸张之处 是 老主人封刀大典之后的 第二天夜晚 突然把草民 招去问我 知子莫若母 慕闻这次赈米回来 变得更古怪 比往日更深沉 更阴郁 这里面 一定有缘故 可是曾经发生什么事 回老庄主 老夫人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你再仔细地想想 回老夫人 要是勉强说有 顶多是那位 领正米的姑娘 什么样的姑娘 那位姑娘 并非什么顶先美人 不过长得到十分清秀 少主特别注意到她 慕闻与她之间 可曾发生什么事 没有 少主吩咐小的 多发她一袋雨 并震她银两 没想到 反而被婉拒 既然领阵 哪有不愿多领之力 当时却是如此 莫非 莫非 莫文看上了人家 如果只有她看中的姑娘 这可是件大事 你可知道这姑娘是谁家的女子 姓什么 叫什么 没有少主的吩咐 小的不敢擅自把天 既然来领正米 想必出自寒门 寒门不要紧 只要是清白人家 只要身家清白 沐文又看中了 你们就赶快去打听打听 我想孙子都快想出病来了 我何尝不想 既然如此 小的明天就去安义府打听 不 你明天一早 得陪沐文去一趟扶牛山 为匈威镖局 讨回镖银 是 天风 天风在 你去一趟安义府 是 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店 那一两多银子 是我从当库王朝凤那高丽借来的 我知道 王朝凤跟我说了 你既然知道还敢偷去做赌本啊 你还有良心吗 现在好了 输了个鸟蛋金光 留我的酒钱也不够剩 爹 说话也得公平点 不能只看眼下全忘了过去 当初是我手气好的时候 也没少了你的酒钱呢 这究竟是谁忘了过去啊 我生你养你 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啊 啊 怎么 现在要跟我算老账不吵 有什么账好算的 再过两天 等我手风顺了 连本带地还你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赔 赔 赔本都输光了 手风还顺个屁 你也别把我给看扁了 等我赢钱的时候 有本事别再来求我 我不敢这么做 你先把那一两桌赢照还给我再说 书都书光了拿什么还啊 哎 哪 请问 这里可是石斧 找谁 请问府长可是姓石 没错 没错 这是姓石 尊家找的是哪位 冒昧打扰 在下奉了我家主人之命 先来拜访一位石姓姑娘 石姓姑娘 我们石家没有姑娘 尊家究竟找的是 前不久 有人在街前发放证明 府上那位石姑娘曾去领阵 不知 哦 我明白 我明白了 领阵的并不是姑娘 是我那个首寡三年的二媳妇 首寡三年的二媳妇 她是不是得罪什么 那倒不是 既然府上没有一位石姓姑娘 我明白是在下弄错 告辞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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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来到寒舍 何不稍作骗颇 让老朽奉茶待客 烧尽地主之一 不必麻烦 既然弄错了 自不该多所打扰 在下告辞 等一等 尊家气都不烦 想必是大有来口 不知道找那位石姑娘 究竟有什么事 是是 何不把话说清楚呢 要不要我把二媳妇叫来 请您认一认 我看不必 既然是个寡妇 不认也罢 告诉我 请叫贵客尊姓大名 我姓刘 爹 我没有做错事 还说没有 你是不是在外边 不三不四的勾引男人 没有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 要是没有 怎么会有过程人 向我指名找你 有人找我 不知道 我什么也没做 别变了 表面上看起来乖乖顺顺顺 背地里 却偷偷摸摸 勾搭男人 是不是家里的日子保护 你想在外面找个男人 跟他远走高飞 明明是我们家守寡的媳妇 还骗人家说是个姑娘 你究竟是何之心 只要你说实话 我跟爹绝不为难你 今天上门那个男人 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 要是真有这种事 我会亲自上门去的 我让他赔个一千 你让他赔个八百 爹 大哥 大嫂 御奴真的不明白 你们在说些什么 不过 皇天在上 我真的是清白无辜的 我对得起自己 我更对得起石家 你还不敢说实话 御奴现在说的就是句句实话 要不然 昨天打了一拼 不得好死 再不然 死在爹爹跟大哥的棍棒之下 我也死而无悦 爹 要不要想个法子 把那个信流的找来对职 对什么职 只要能牵尸攀腾 搭上干系 我就有办法从他身上 榨出油水 我看没那么简单 我看得出来 那个姓柳的是有来头的 你仔细地想一想 有没有遇到一个姓柳的 没有 好 你既然不肯说实话 我就让你跪着这儿想 等想清楚了咱们再说 什么 是个年轻的寡妇 是 该不会弄错人了吧 天风办事 难道你还不放心吗 回老夫人 他已经守寡三年 家翁曾是个宋师 如今年纪大了 千少有人找他 所以家到中落 既然是个寡妇 他的家事也就不必提 原本 我还抱着个希望 当翁翁回来 当面问问他 看他什么想法 你 娘 flown 你先出去 这事 我要跟你哥哥单独他 是 咱们俩俩 也好久没有谈心了 坐吧 是 娘这一辈子 要是有光彩的事 想来想去 也只有两桩 娘光彩的事何之两桩 不 只有两桩 一桩就是嫁给了你父亲 另一桩 就是生下你这样的儿子 还是惭愧 惭愧应该是我这个做娘子 到现在还不能给你找到一门好亲事 我听说了 你在安义府镇米的时候 看中了一个姑娘 可有这回事 不敢说是看中 不过孩儿对她的确是一见动心 什么地方叫你动心 孩儿一向并不以貌去 她只是长得轻力脱锁 使人一见而忘 别的呢 有节有根 中规中绝 怎么说 来领证明必是寒门 令政银两反而不受 而且只领自己应得之分 绝不多受施舍 由此可见 她不同于一般女子 这种事比比皆是 但却只有她令孩儿一见倾心 既不是国色天香 怎么会一见倾心 在孩儿心中从来就没有想过国色天香这四个字 那你究竟想的是什么 如此而已 你可知道她的家世 一无所知 娘告诉你吧 她不但出生寒门 而且 是个双居的寡妇 一无所知 然后 如果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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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为谁烧光 赵主决定要这么做 不错 她是个寡妇 寡妇又如何 刘叔 你们人人关心我的终生大事 人人怪我眼高过你 目无价人 如今我总算看上了一个 不堪匹配少主 刘叔这话我不服 要如何才堪匹配 要黄金国戚还是金枝玉叶 要名门高地之后 还是高官显决尊 至少该是清白人家 柳叔要诊治他不清白 寡儿再叫诊算清白 与少主 这是事实 那卓文君与司马向如也是事实 但同样也是千古佳话 柳叔难道不以为然 更何况此去并非立刻上门提及 我总觉得与他有缘 只想多认识与他 这又何法 既然少主如此坚持 天空就不再多言 那 这段期间庄内大小事物 就有柳叔带我做 我会尽快等 是 老庄主与老夫人面前 该怎么说 你认为呢 若是不问 自当不提 若是问起 只有据实禀告 依你 马雄 大总管 不必我多说 跟在少主身边 一切行止 你都该明白 是 马雄明白 兄弟 有话好说 你打算怎么说 还真 欠贷还钱 你还什么 当初叫你别赌 你不听 叫你赌小点 你不服 现在总共三百两的赌站 买你这条烂命 一家一紧 我还赔钱 慢点慢点 熊儿呀 我总有办法还的 你还记得当初 我提的那个法子 想通了 是想通了 光是叫他辟财煮败 送菜卖菜 是值不了几文 不如逼他获出去 这也是你唯一的一条路 凭他的姿色 一年算一百年 卖身五年 至少也有这个数 供你还在还找年 不过 人家肯 肯不肯 有我负责 你说的 是 是我说的 好 一言为定 回头我就去找齐妈妈谈条件 最迟明天 你来前卖生气 好 好 好 我 那是幹什麼, 多懶呢? 我的手讓他先給刺破了 那是幹什麼? 多懶呢? 可真有出息, 手給刺破了, 就更有藉口多懶了, 是不是? 大嫂, 我沒這個意思 你瞧瞧, 水缸還是空的, 怎麼沒打水? 大嫂, 我忙不過來 你這是什麼話? 剛才我找你半天, 你上哪去了? 我去菜園子交肥, 剛回來 反正, 你都有藉口, 你都有理由 不是藉口, 是真的 你這是跟我頂嘴? 運用不甘 謝謝個柴火, 夠用個兩三天, 不用再劈了, 先去挑水吧 是 不甘嘴,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 不要弄得這麼閒 你先讓我早點兒死啊 以後少放點兒鹽, 你知不知道 是 承擔 姑娘 姑娘可還記得嗎? 你是放鑽的那位大爺 姑娘的記性很好 不過主持放鑽的不是我 而是我的少主 這位就是裴家莊的少主 多謝少主主的依據 這些菜是拿到市集去賣的 是 能賣多少錢? 如果全部賣完 大約有幾錢的名字 幾錢 有五六錢吧 能賣給我嗎? 全部 為什麽? 把這兩蛋菜全部賣完 要多久時間 難說 也許各把時辰 也許更久些 就算他一個時辰 把這段時間省下 裴某想跟姑娘談一談 我與公子 並無可談之事 不然 整支沒有 當然沒有 你我目前不是正在交談嗎? 那是因為兩位擋住了我的去了 姑娘 我們少主並無惡意 我知道 我是個雙居首級的婦人 公子只怕找錯人了 我也知道 公子既然知道 何不放過我 這些菜 還願意賣給我嗎? 菜 本來就是賣的 誰買都行 至於其他 公子應該心裡有數 好 我有數 大哥 大嫂 這倒真奇怪 今兒嫂上的菜 你賣的特別快 生意好 有人加百宴席 一口氣全買了 真巧 我還擔心你回來晚了 把大事給耽誤了 什麼大事? 事情是這樣的 咱們一家人苦日子 過得也夠久了 我想好不容易說服了爹 要把這種老屋給頂出去 頂出去? 我們住哪兒 一家只有四口 我們可以換一棟小一點的 折剩的銀子做本錢 做點買賣 一家人就好過多了 是啊 往後 你也就不必這麼吃苦受淚了 你也就不必這麼吃苦受淚了 只要爹跟大哥大嫂決定之事 我都聽著就是了 這回此不同 這個家大家都有份 羅翔雖然是大哥 如果你是仲祥的未亡人 當然有你一份 有我一份 我不明白 你只要在契約書上畫個鴨 按個手印 將來點來的銀子 就有你一份 做了買賣 你也算一口 這不是很好嗎? 真的? 一家人 我還騙你不成 你瞧 契約都寫好了 爹猴我們都已經畫了鴨按了手印 只缺你這份 來吧 我想 我看看這蚊子成不成 成?應該看一點 你不敢 預奴不敢 既然是大家的決定 我只有跟著 那好 容忍還在等著 你去拿比莫印尼來 鎖細辦妥了 還要馬上趕過去 就在這兒 先畫鴨後按印 是 她是一個很不快樂的女人 是 她的眼神 她的言談 充滿了哀傷和無奈 她連跟人談話的勇氣都沒有 少主 她是個守截的寡婦 我懷疑她是處在一個很不幸的環境裡 才會有這樣的舉止神情 我可以去打聽 問她的左右鄰居 我要知道她的出生 她的家世 以及她現在所處的環境 我要知道一切細節 是 雲奴 什麼事 這位是 我姓熊 外面的朋友都稱我一聲熊阿姨 跟我走吧 走 去哪兒 裝什麼帥 滿翠樓的齊媽媽正等著你 大哥 這是怎麼回事 你還問我 無緣無故的 你幹嘛跟滿翠樓牽的賣生器 胡說 我什麼時候牽過賣生器 這上頭白紙黑字寫得清楚明白 還有你親自畫的牙按著手印 這還假的了嗎 大約七八年前 她才十一二歲 跟著父親流落到此地 父親病死刻意 她賣生丈夫 進了石家做小卑女 她叫什麼名字 原來的名字問不出來 賣生石家之後 改名叫石育奴 石育奴 石家的老二 石仲祥 看上他的姿勢 十七歲那年 把他收了房 成親不到兩個月 石仲祥病死 石家的人認為 他命硬克服 因此 石家的人 從沒有當他是媳婦或弟妹 一直當成奴婢在使喚 做所有的家務出國 所以 他不但活得不快活 甚至可以說 一直在受苦受難 小博 我一生自負英雄 她是第一個讓我動心的女子 找上門去 我親自去探望她 是 什么事 大爷 有人要拜见裴少爷 不是交代过 任何人都不见 这位客人小的得罪不起 他是安义府的沙总骨头 小的不能过来通报一声 沙总骨头 沙菌 就是 是 我记得他 曾经跟在老爷子身边 很长一段时间 是 身手也不错 阿兄 久违了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已经是此地的总骨 沙菌 尽过少爭主 好说 不用多礼 不知少爭主 驾临安义府 怠慢之处 还请少爭主处罪 此来不想惊扰任何 何罪之有 不知可有沙菌 为少爭主效力之处 我只是处理一些私事 你帮不上我 是 不过沙菌家安义府 有多年 人头地面都少 如果要跑腿办事 请少爭主千万不要讲沙菌当成外人 有你这句话 够 必要是 自会通知 是 沙菌随时听候少爭主拆解 你是裴家庄的大总管 当时为什么不劝阻他 回到庄主 天风实在劝阻不了 劝阻不了就该来告诉我 老爷 你也别忘了 七十大寿那天 已经把金刀传给了沐文 他现在是 一庄之主 天风也不好顶撞他 身为一庄之主 为何就那么任性莽撞 沐文不是个任性莽撞的人 这一回简直是叫那个姓石的小寡妇 贵迷了心窍 确定是去找他 确定 别说咱们裴家的家事 单凭他个人 人品财情 多少名门贵秀想嫁他而不得 难道他偏偏自根 老爷 光说这气话无惧一事 赶快叫天风就把他给叫回来 免得越缠越不清 这才是正办 天风这就敢去 这么大的事 世杰为什么不好好跟我商量 我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 爹 反正山民已经煮成熟饭 现在真这些也没用 我想御奴在满翠楼 过得反而比在家里好 我不管这么多 我只问你 他的卖身银子一共是多少钱 五百两 这么少啊 爹 您别忘了 他虽然年轻漂亮 但毕竟是个寡妇 能比那些清水官人吗 好吧 你说这五百两 怎么个分法 我三百两 爹两百 这什么话 他是我媳妇 少说一代评分 主意是我出的 事情是我办的 你如果是伸手拿钱 怎么能评分 请问这里可是石家 没错 是石家 你没找谁 老九石桥 不知对外公主尊姓大 如何称 姓裴 原来是裴公子 里面去 里面去 前不久 裴家庄来安一虎放证明 不知道裴公子 跟裴家是否有 正是五少 原来如此 快请坐 快请坐 不必客气 我想见见那位石姑娘 剩下并没有石姑娘 只有一个守纪的二媳妇 叫石渔 我知道 能否请她一见 裴公子来的还真不巧 裴奴一早就出眼门 到乡下她姑妈家去了 对对 到她姑妈 我姐姐那儿去了 能否给我地址 我亲自去找 这 这怎么敢劳您大家 在说的乡下地方偏僻 就算有地址 也不好找 不如 不如怎样 不如我亲自去一趟 尽快赶回来 对 还是让我想去 也罢 但愿在天黑以前 能见她一面 马兄 哨子 他们既然是石姑娘的家人 日子也轻苦 放上一千两白银 也算是对石姑娘的 一点心意 是 这 这怎么敢当的 别急 我还有后话 是 裴公子请说 这一千两 是冲着石姑娘的 只要在天黑以前 能见到她 就算是见面 我会另外再奉上一千两 作为奔走找人的辛苦钱 裴某一生言出必见 只要见到石姑娘 这两千两银子分文不少 不多打扰 告辞 裴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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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两一个店面里 好大的手笔啊 你家是有名的大财主啊 你 干什么 都与你这个混小子 我算卖便宜了吧 裴公子 遇到了福星财神了 见个面就两千两 他要是真看上了他 那怕不是上万两的银子进门啊 这也不必打人啊 大不了赶快找熊二爷 重新商量商量 加倍赎回来嘛 少主师父也觉得 这一家人透着五万 不错 不但见情眼看 而且颜慈差 人人眼神不定 实义龙既然被他们当成奴辈 又怎会突然出远门 把杀具找来 要他去查清楚 是 我这个熊二爷 算是让个白叫 好啦 好好一个大美人 你也真舍得 万一要是打伤了 看你怎么赔我 不肯听话 留着也是白搭 让开 我来好好跟他说 瞧瞧 连我看了都心疼 我去给你找金窗药来 不必 你要是真的心疼 你就放我走 不必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死了心吧 瞧你 还真是死心眼 我劝你的话 你怎么一句也听不进去 逼良为称 你们会遭报应的 你再胡说八道 九万人就赏你更狠 行了行了 你还不够狠呢 哼 我说玉奴 你在石家吃的苦 受的委屈 我们全明白 也都为你叫屈 到了满翠楼 别的不说 至少不用烧饭洗衣做苦工 而且 吃喝穿戴样样不少 要不了几年 自己攒几个私房 找个好人家从良 这下半辈子 可就不一样咯 你不必再枉费唇舌 我只想走 想走也不难 我也没打算留你一辈子 只要你听话 好好招呼客人 合同一到期 你尽管走 说不定 我还会送你一大笔盘去 兄弟 外头有人走 兄弟 找我什么事 是有点急事 要跟熊二爷重新商量过 什么事要重新商量过 是关于御奴卖兴器的事 都成定局了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话是不错 不过才两天而已 应该还来得及的 在说这件事 当初我并不知道 毕竟我是育奴的家翁 我总不能 我总不能把自己的媳妇 卖到青楼来 你们的意思想要反悔 也不是吧 你别说 事情是你经手的 银子是你收下的 你爹上门来 找我熊某人说这些魂话 是不想 你怎么说 熊二爷 你先别生气 请听我解释 真是个屁 五百两白花花的银子是假的 我跟齐妈妈的白子黑子 也是假的不成 银子当然是真的 不过我要是愿意多抽点 用六百两赎回来 熊二爷 你敢问我 商量商量 你这个老受贵 这原来是个老糊涂 我付的是五百两 齐妈妈付给我 也是五百两 合计一千两 我问你 这一千两 你付此两个 付得起吗 你原来熊二爷 也转了这么一大手 废话 要不然 我手底下的那帮人 喝西北风啊 死了这条心吧 齐妈妈很终于那个裕奴 算着她是个有钱 就算得出两千两 是怕也晚不回来 再说她的后台是谁 你们也该听说过 你还是夹着尾巴回去吧 别再痴情妄想 不要紧的 尼巴 我发心的 你也是还要死你了 是青龍 安逸最大的一家 滿翠龍 我來 公職再生 諸多不變 我自己處理 兩位 里邊請 里邊請 兩位大爺眼神得很 感覺是第一次到這來呀 沒錯 咱們滿翠龍啊 百國加力 江南胭脂啊 個個都是頂尖的 要不要小的給您安排安排呀 不 我自己挑 你們一晚上能做多少生意 說來您不許不信 咱們滿翠龍生意最好 每晚都忙不過來 少平准 少廢話 直說 是是 一晚上少說也有個三五百兩鏡賬 這是一千兩 今天晚上 滿翠龍的姑娘 我們少爺全包了 全包了 我的話你沒聽懂 是 小的懂 不過 小的不能做乳 那就快去找能做乳的來 是是是 小的這就去 哎呀 我真是有眼無珠 對不起 對不起 帶來了貴客 兩位大爺可真是大手筆呀 你就是這滿翠龍幫家管事的 是啊 他們都叫我一身騎媽媽 但不知兩位大爺尊姓大名 我也好有個稱呼 不必 只問你滿翠龍的姑娘 能不能包 但不知兩位是怎麼個包法 是等都忙完了以後呢 還是現在就要包 現在 那可有點困難 有些姑娘都已經在照顧客人了 總不好打斷別人 就算打斷 也不過半炸箱的時間 你只要把所有的姑娘叫出來 讓我們少爺看一遍 這樣就算包了 哎呦 說的倒是簡單呢 可是我們對別的客人怎麼交代 能不能稍待一會兒 頂多一個時辰等客人走了 不得 看兩位的穿著打扮 是像有錢的公子哥 可是也不能強人所難 別以為滿翠龍是個軟世的 誰准你插嘴 好啊 我看你們兩個不是來找樂子 是存心來找茶的 是不是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老子敬酒罰酒都不吃 趁早給老子滾出去 免得傷了和氣 在我面前 老子兩個字 是你能說的嗎 怎麼 老子 誰都不動 都沒動 他再敢說一次 就一箭把他穿了 是 我們少爺的話你都聽見 聽見了 他是個粗人 兩位大爺不必跟他一般見識 熊兒 還不快賠罪 是 我賠罪 去把姑娘都叫出來 付你們一千兩銀子 你們只賺不賠 去 誰 殺莊姆頭來了 莊姆頭來的正是時候 有兩個混賬小子 上門找茶 瞎了眼的搞東西 再敢吐半個張子 我就先剁了你 少爺姆頭 我不是叫你別來嗎 我考慮過 正因為公職再生 幫著少爺主處理這件事 才最合適 那就交給你辦吧 是 你們都給我聽著 反退樓的聲音 暫時停止 所有的客人馬上離開 姑娘們都到大廳裡來 我們要一個一個的指認 這是重要公務 誰要是不聽不從 我莎姆就先拿他開刀 都聽明白了 聽明白了 熊兒 還不快去 是 總統請寬坐 我親自給您去查 我便 會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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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趕快 這麼地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全到齊了 不 还少一个 不少了呀 少爷 您到底想找谁呀 石玉奴 石玉奴 这名字 我连听都没听过 这两天 满翠楼可有新来的姑娘 不必怕 尽管说真话 是 是有一个新来的 是不是叫石玉奴 名字我不清楚 你说 是 是有一个 我 我跟他照过一面 不过还没开点子见课 人呐 清楚 人呐 少爷 您别听他们的 雅各就没这么一个人 要是让我搜了出来 我会拆了你的满翠楼 让你上街去讨饭 少爷 我带人去搜 不 我要亲自一间间去搜 你替我好好看着他们 谁也不许离开半步 是 我许离开半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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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大人 草民有下居上 您说 石桥根本是信口是王 想污奈陪少宗 石伯祥夫妇是草民杀 与少宗的夫官 当真是你杀的 是 杀人草民 草民认识 请包大人叛草民应得是 包大人 他分明是要替裴母文顶罪 您不必插嘴 本夫自由定夺 马雄 草民在 你口口声声自认杀人 既然如此 你把当时情形再说一遍 是 当时草民不甘心少宗人受人污辱 所以忍不住抢先动手 他是我们世家的 这是我们的家务室 这个瘸子 你凭什么管 瘸子这两个字也是你能说的 你简直该死 你们一起都是一丘之河 一起到黄泉路上作伴 草民所说句句实言 请包大人致草民应得之罪 草民死而无怨 你不必急于认罪 真假是非 本夫自会断名 石桥 草民在 他的供词与你完全不同 你可有话说 包大人明镜高权 动了我关火 究竟谁是杀人凶手 草民在大人堂下 以不必至别 仅尊大人唐玉论断 石玉奥 民女在 当时你也在场 究竟是谁动手 是谁行凶 你必定一清二楚 你说 凶手究竟是谁 回报大人 当时民女惊慌害怕 并没有看清楚 究竟是谁 抬头看着奔赴 你的眼神 已不如原先那般坚定坦然 反而闪烁逃避 莫非你所言是虚 包大人明鉴 裴木文曾有恩于你 你也想报答于他 难免有替他回护自己 本国姑且不怪罪于你 不过事实真相 终须大白 只怕你迟早回护不了 草民叩谢青天包大人 来人哪 是 传兄爱 传兄爱 草民叩谢青天包大人 本府只问你两句话 你要诗情诗说 若有犯字虚假 本府不判你十年 也会判你八年苦心 你可听明白了 草民听明白 第一 石破香夫妇被杀之时 你可是在场亲眼目睹 回报大人 草民是在现场亲眼目睹 第二 杀人的凶手 凶凶是谁 实话实说 何须有疑 杀人凶手 是 裴少庄主 马雄 草民在 是非黑白 岂能有半点门混 你与裴家渊人深厚 愿为裴沐文顶罪而死 于情 看似可明 于法 却万万不容 本府念你 护足心切 且无恶行恶断 不却从宽罢落 把你五十大盘 仪式博成 并且放你回去 通知那裴沐文行快到案 你可行服 曹明不得不服 本案到此战告段落 等那裴沐文到案之后 再行审问 裴沐文杀人 已确定无误 只是本案一点油多 来龙去脉 尚未十分清楚 大人 根据唐上的供述 那石伯祥夫妻二人 设计陷害石羽农 且逼良为昌 也却有取死之救 就算有取死之救 也该报官处理 裴沐文又欺可私下杀人 展护为莫要偏薄才好 属下不敢 属下只是提醒大人 展护的苦心 大人想必早已明白 如今 必须先澄清所有疑点 才能进一步推断 正是 公孙先生有个高见 那石桥 目睹裴沐文杀了他的一耳一息 当时为何并不报官 反而拖延到现在 这其中必有内情 此为疑点之一 那雄二曾遭裴沐文痛厚 李该记恨在心 为何他也隐匿不报 此为疑点之二 还有 裴沐文杀人之后 如何指使马雄抵罪 他又如何知道石桥已告到开公府 公孙先生的分析 头头是道 这些疑点都必须详查清楚 展护为 属下在 那石桥雄二与石玉奴 如今在何处 孙赵大人吩咐 战时留置在府中 马雄呢 收完武师行账 此刻走路不便 正在歇息 马雄是裴沐文的侍从 与他形影不离 他离去之后 多半会去与裴沐文见面 想必如此 张龙赵虎 在 你要人立刻监视马雄 一旦他离去 即尾虽跟踪 或许能找到裴沐文的落脚之处 是 倘若发现 不要打草精神 立刻回报 本府另有处置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止是 旧事 张龙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现在不要追问 回去以后 我会远远本本地告诉你们 是包大人派你们跟踪于我 不错 严命在身 不得不来 为什么 想知道少主的下落 你跟踪的伎俩也未免太差 马大哥整治 我不是有意露出破绽 在公堂上 我不变相 也不能相用 到了这里 我一直想跟马大哥相见续旧 这点苦衷 还希望马大哥能够体谅 如此说来 你还没有忘本 老庄主 老夫人 对张龙母子 恩重如善 我若是忘本 岂不该遭天大雷劈 有你这句话 也不忘当年与裴家庄的一场渊源 如今少主犯了杀人罪 你又在开封府当裁 你将如何自处 马大哥 实不想满 我在堂上 听到案情 已经觉得 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马大哥 少主 真的杀人吗 我也不满 确实杀人 不过说杀之人 确实死有应得 这一点我相信 我要走 你们两位是否还要继续跟着 行踪雨漏 哪里还能再跟下去呢 没错 行踪雨漏 如何再跟 既然如此 马雄要告辞了 马大哥 请稍等 还有什么事 能否 能否带路见你少主一面 没有别的意思 多年没见 一心可万 待见少主 以我看 不见也罢 如今你公职在身 少主却是杀人嫌犯 相见之下 你胆是不胆 你心中若真是奠定的救恩救情 不妨带少主做一件事 请说 那位石姑娘被包大人留置在府中 少主对她 可谓一往情深 你不妨就近照顾 少主一定会感激于心 这几小时 咱们我一定做到 我先带少主信 我走了 后会有情 张文 这究竟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 黑家是我们母子俩的大恩人 我娘曾经告诉过我 要不是黑老庄主 我们母子俩早已二死接头了 昨日像那洞流水 离我远去不可留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愁到断水水可留 举杯小丑丑更丑 明朝清风丝漂流 有来之有心人笑 有谁听到就人哭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孤独 知多知少难知足 看似个羊羊蝴蝶 无应该的人呆 可是谁又能摆脱人 世间的悲哀 画画世界 人羊蝴蝶 听到这里 趙带来 你怎么能摆脱人 我妈说 我妈说 我妈说